大家好,歡迎來到我們日更頻道。 根據公安部的通報, 立下季治安打擊整治百日行動開展到現在, 已經開展了一個叫拔釘行動, 依法打擊電訊網路詐騙犯罪集團的重大頭目和骨幹。 去到現在為止,公安方面已經拘捕和勸了目標在途人員37名, 初步破了各類電訊網路詐騙案件3010多宗, 涉案金額超過9億人民幣, 是叫做拿到一個階段性的戰果。 其他媒體亦有報導, 近期有騙香港人士去到東南亞做詐騙工作的案件背後, 懷疑有一名在緬甸開設KK園區的華人蛇倫海有關。 中國青年網引述曼谷郵報的報導, 泰國警方透露, 因為涉嫌經營線上賭場被國際通緝的中國籍疑犯蛇倫海近日在曼谷被捕, 他的泰國簽證已經取消了, 現在等著要引導回大陸。 而根據《財新雜誌》的報導, 這個蛇志剛在2012年開始就在菲律賓開設面向中國人的私財平台、 網路賭博、網站等, 在國內已經列為逃犯。 2017年1月, 蛇志剛獲得柬埔寨公民身份, 然後打造緬甸水溝谷亞太新城經濟特區項目, 多間媒體報導說這個亞太城發展賭場和詐騙園區, 實際上承接了在菲律賓、柬埔寨等國所流出的網路賭博、 電訊詐騙、殺豬盤等這些黑色團隊公司, 高薪陷阱在這個亞太城上是很常見, 而這些應徵的人去到公司之後想出回去 就要給天價賠償金或結束金, 也有可能面臨賣給其他公司的風險。 而根據法新社的報導, 就說他們拿到一份 國際刑警組織的紅色通緝令中的名單所顯示, 蛇志剛被通緝和他在緬甸開設的線上賭場園區項目, 在2018年到2021年2月期間, 蛇志剛和他的團伙通過設立多個網路賭博網站, 一共招募到33名賭徒, 獲得非法所得總額超過1.5億人民幣。 而另外根據國台辦發言人馬曉江, 他就在今日說, 在海外的台灣人如果遇到有什麼困難, 都可以即時聯繫中國駐外市領館尋求一個幫助。 他就說, 維護台灣同胞的合法權益是他們國台辦的職責所在。 長期以來, 國台辦都高度重視維護海外台灣同胞的安全和正當權益, 會提供領事證件服務, 會協助在外國涉台的民事糾紛、經濟、刑事案件, 或者重大緊急事件撤僑等等都是他們的工作。 而由今年的1到7月, 已經有超過8,600名台灣市民去到柬埔寨, 只有5,000人回到台灣。 而台灣警方估算大約有3,000人滯留在當地, 其中只有300人立案求助。 即是說立案求助的人僅僅只有1成, 其他那些人可能還未知道現在是一個什麼狀況, 還未知道怎樣求助, 甚至乎有些可能已經被人打死了都不一定。 而其實以之前所找到的資料來說, 台灣就算是想透過外交手段, 在柬埔寨救市民回來其實都是好難的, 因為台灣方面以我所知, 好似是跟現在這一屆政府的關係不太好, 因為他們之前沒有記錯的話, 好似是買錯了邊, 所以現在這個政府上台之後, 跟台灣現在的關係不算上太好, 所以就算想透過外交手段, 亦都是比較難去救到人的, 再加上如果是沒有一個很準確的證據去求助, 或者知道他們是哪個園區的話, 亦都是很難可以叫到政府去救, 因為你無可能無端端叫人去園區做事, 好可能園區那裏是會反告那些政府的, 甚至乎還有一點就是講的, 他們政府是會跟當地的這些詐騙集團是有一個勾結的, 如果是這樣有勾結的話更加不用指意, 好容易可以救到人啦。 好了那今集和大家看到這裏先啦, 大家有什麼想講呢? 下面留言,我們下集再見啦,拜拜!